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先进封装接单再传喜讯,即回答NVIDIA、超微、AMD等大客户封抢COS产能,订单大爆满之后, 同样隶属台积电先进封装平台的SOIC传手次或苹果采用,将用于M系列晶片与下世代AI伺服器晶片,搭配2奈米制程生产,预计2025年放量。 台积电一贯不评论单一客户讯息。 法人看好,随着苹果导入台积电SOIC,不仅让双方合作关系更紧密, 透过先进封装与先进制程整合,更能让台积电订单源源不绝,营运热转。 台积电已归纳先进封装隶属3D Fabric系统整合平台当中, 包含三大部分3DC堆叠技术的SOIC系列, 以及后段的先进封装TOS家族、Info家族。 其中,SOIC系列为台积电厂内一条龙生产, 较无瓶颈属前段封装并于2022年小量投产, 公司规划2026年产能扩大20倍以上, 以依应客户群需求成长。 过往苹果是台积电Info家族最大客户, 主要用于iPhone的A系列处理器。 业界认为,苹果采用台积电先进封装, 后续完整服务将不仅局限Info, 后续自家M系列晶片可再整合SOIC系列服务。 依据台积电官网资料, 先进封装能增加运算核心数量来提高运算能力, 能协助云端运算、大数据分析、 AI神经网络训练、 人工智慧推理、 高阶智慧型手机或甚至是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新需求。 业界研判, 苹果导入SOIC相关技术, 就是要让透过多次先进封装的模式, 扩大电晶体含量与运算效能, 让晶片表现更强大。 目前,台积电先进封装平台SOIC服务最大客户为超微AMD, 针对苹果导入SOIC, 外资摩根式单力大摩也观察到相关趋势。 大摩半导体产业分析师詹嘉宏指出, 苹果很可能在明年下半年采用台积电2nm制程 即SOIC-X技术来生产下世代的AI四伏器晶片, 其中可能是N5, 包括N5 Pro Max Ultra, 新设计可能将中央处理器、 CPU与绘图处理器、GPU分开制造, 并封装在同一颗晶片上, 使用Io晶片互联。 因此估计台积电明年起将显著扩大SOIC产能。 詹嘉宏说, 超微多年来一直使用台积电SOIC-X技术, 包括MI300系列、AI GPU及高阶游戏、CPU。 SOIC-X刚开始的量率一度仅50%, 但最近的供应链调查显示, 用于超微产品的SOIC-X量率现已达90%或更高。 根据超微与台积电技术论坛资料, 超微MI300系列不仅采用台积5奈米家族制程, 并借由台积电3D Fabric平台的多种技术整合, 如将5奈米绘图处理器与中央处理器 以SOIC-X技术堆叠于底层晶片, 并在整合在CoOS封装, 实现百万兆级高速运算创新。 英特尔看到对手们都纷纷快速进步也没闲着, 其即将在Lunar Lake和Aero Lake上采用X12架构的GPU, 在绘图效能上有着一定的提升。 当然,DI效能更是如此, 除了行动处理器以及桌机处理器之外, 英特尔也将推出第二代瑞旋独立显示卡, 也就是BattleMage X12 HPG, 在架构上与自家的处理器相似。 根据最新的消息, 英特尔将会继续采用台积电的支撑工艺, 来让GPU发挥最强大的效能。 目前在英特尔内部, IC设计部门和晶圆代工部门 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两个独立体, 相互之前互相配合, 当然各自也能对外发展业务。 比如,IC设计部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寻求第三方晶圆代工厂代工。 在英特尔的路线图中, 台积电制程工艺自然成为了首选。 目前,英特尔预计将会采用台积电的6nm至2nm 不等的工艺来制造GPU, 只是对于自家的工艺似乎一点都不敢忘。 据WCF Tech援引DG Times的报告报道称, 英特尔为其基于BattleMage绘图架构的下一代 Arc X12独立绘图处理器GPU上采用台积电的4nm工艺节点, 虽然依然是32个核心, 但升级为了第二代核心, 相对于上一代采用台积电6nm的Arc Alchemist来说, 将带来明显的提升。 由此可见,虽然说, 英特尔第一代瑞旋显示卡采用的就是台积电的6nm制程工艺, 看起来还算比较成功, 而到了2024年, 英特尔自家工艺似乎对GPU匹配的不是很好, 因此经过多方权衡, 最终还是选择了台积电的4nm制程工艺, 当然也跟之前的爆料相匹配。 据介绍, 英特尔用于Arc BattleMage独立GPU的X12架构, 将比现有的Arc Alchemist X11GPU进行了许多改进, 以及各种新功能的添加。 虽然该系列不仅是英特尔最高阶的独立GPU产品, 但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提升。 具体来看, BattleMage X12独立GPU的一些传闻功能, 与Arc Alchemist相比, 效能提升高达50%, 采用新一代记忆体子系统和压缩技术, 改进的光线跟踪体验, 微体系结构改进, 采用下一代基于AMBL的渲染技术, 最新Deep Link功能, 出色的游戏效能。 并且, 随着台积电4nm工艺的使用, 英特尔Arc BattleMage X12独立GPU阵容的效能, 确实会被证明是颠覆性的。 根据台积电的数据, 其4nm节点的效能比5nm提高了11%, 因此, 带来的效能提升将远高于6nm。 目前, 有传闻显示, 英特尔将会在2024年, 推出两款基于Arc BattleMage的GPU, 代号为BMG21和BMG31。 总体来看, 与N6相比, 台积电N4节点在电晶体密度、 效能和能效方面都有显著提高, 这使得英特尔最大的BattleMage变体的XE内核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再加上更高的IPC、 时钟速度和其他特性, BattleMage预计能与当今的AMD RDNA3和NVIDIA ADA游戏GPU相抗衡。 同样, 英特尔的第二代Arc集成GPU也将会升级为新的基于台积电4nm的Arc BattleMage XER LPG架构, 将会被英特尔Lunar Lake Aero Lake的第二代酷睿Ultra 200系列处理器首发搭载。 有趣的是, 台积电N4并不是XER BattleMage最先进的代工节点。 英特尔酷睿Ultra 200 v Lunar Lake处理器的iGPU只是其整体晶片的一部分。 英特尔正在运算模块上采用更先进的台积电N3节点300m工艺上构建该晶片。 不过, 英特尔自家的晶圆代工部门也没闲着, 表示, 无论谁都可以帮忙代工, 甚至英特尔还可以帮AMD进行晶圆代工。 目前, 也有厂商选择英特尔的先进工艺来制作。 制造晶片, 当然从明期上来说, 肯定没有台积电来得响。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用户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